原神从零开始不花一分钱爆肝全图 来看看现在运营了四年的原神白条能够拿到多少原石和多少抽 爆肝七天六十一个小时获得了原石一万七千九百二十 十八颗的粉球还有三十颗的篮球 那他已经上线赶紧冲呀 原神零克满心声渊满探索阿伟十三四第八天 跟以往一样不到十点那他就开门了 上线直冲纳塔通过传送锚点就可以过来了 卡池和自选五星都来了哈 一边过剧情一边来说下哈 资格号的计划是全图满探之后 斩够了原石再一次性的全部抽掉 抽卡规划是先抽马拉尼 如果号够欧的话就冲刺满命 如果不欧的话再考虑万叶 自选五星的话则是需要抽完卡根据抽卡情况而定 现在过早的选了到时深渊打不上也是白选 就这两个问题直播的时候是最多人问的 工作量巨大啊 但我不想半途而废 坚持坚持 今天的目标就是先干纳塔主线然后再弄探索 主线从活动页面点快速体验 就可以跳过虚弥封单直接做纳塔主线了 虽然我们封单主线还没做 但不妨碍各位给我送行 我没来直接送我走了 好的各位有缘再见 让我们开启新的旅程吧 移龙修丽 之前参加的出发火国的网页活动发奖励了 直接送了三把四星的纳塔锻造武器 香啊 然后现在的使用关卡也更新了 变得更大了 挑战的内容不再是单单的打怪 还有收集更好的体验到爵士的其他能力 主线市集到剧透还没做的小伙伴赶紧去做了 不用想我们一进纳塔肯定又遇上麻烦了 对吧 然后还认识了个纳塔带路人 就是这个四星的严罗莉啦 卡西娜 非常的可爱 然后这个表情也是非常的夸张 遇到了麻烦肯定要解决麻烦的啦 就是决定帮助这个可爱的小妹妹啦 过程肯定不能是一帆风顺的 幼稚不行呀 那不行呀 途中还遇见了已经在up的马拉尼 还有马上要up的基尼奇 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卡奇娜取得比赛的胜利 最终还安排了卡奇娜和马拉尼 单挑支撰和支撰的比拼 你们猜怎么着 卡奇娜获胜了 好好好四星打赢了五星 该抽谁不用我多说了吧 被选出来的优胜者只是要去挑战深渊啊 那我们只能休息等他们凯旋而归 空哥跟马拉尼抛上温泉了 这辈子是有了 不得不说派蒙之泳装是真的可爱 没有意外的话意外就要来了 这里应该很好猜啊 挑战深渊的那批人要么嘎了 要么回不来了之类的 我并未在夜神之国见到卡奇娜与她的鼓努 果然啊 受害子就是卡奇娜 那我们肯定是要去救的呀 最后肯定也是救回来了 然后我们也是顺利的成为了拯救纳塔的天命人 好好好来简单的评价下这次的主线剧情内容 总的来说还可以 虽然剧情试定有些老套 很多情节都能够猜到 但是起码没有雷 也给出了我们对火神的期待 非常帅非常强 尤其是两段火神的动画 一段是跟队长战斗的场景 应该是原则目前最好看的打架了 另外一段就是火神直接一拳干碎的深渊 全程剧情没跳做了五个小时 如果不看剧情点得快的话 应该四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搞定吧 做完主线原时数来到了19,097 接着就是爆干纳塔探索了 一下子干了六个小时 宝箱成就数是197 纳塔这边宝箱总数应该是406 也就是说才干了一半 明天努努力直接把纳塔干完 最后再来看一眼目前的原时数 一共是22,179 还有20颗的粉球 35颗篮球 纳塔主线已完成冒险等级43级 字幕志愿者 杨核几十分之后